這個遊戲的名字叫死亡遊戲 開始 你醒了我挑戰者,這是講日文耶 這些怎麼有中文啊 我把你放進去 我發覺跑出畫面外面了 這根是什麼東西啊 好可惜喔 這樣想想不對阿 如果當初我被抓進去玩Yamino Game 我是層之內的話我旁邊拿一顆酒桃 然後往旁邊那個開啟Yamino Game的人 直接頭上砸下去我不就贏了嗎 我外規則會出不去 真的要全部打完阿這太累了吧 我他媽往前打我的球一顆都沒撞到是什麼鬼阿 可是這沒有限...限... 甘肅之類的吧 還是說這個原本就是我們要去揍他 我們根本打不過吧 我用白球去裝前面那顆球 為什麼會是白球自己穿過去阿 怪不得我們他媽... 怪不得我們他媽要讓桿子把他罩了死 這根本打不過嘛 我讓你知道玩家的憤怒 我讓你知道玩家的憤怒 怎麼進去那個...搞什麼鬼阿 怎麼玩得過阿 這個遊戲叫做...逃出你的生日 蛤? 唉唷 什麼東西阿 按調查 這個門有一個... 嗚! 什麼東西阿...妙妙屋喔 眼睛是怎麼了阿 每天盯著股票盯到眼睛都壞掉了 這是生日蛋糕 這是生日蛋糕 是給我的嗎? 我最好不要動他 監獄兔 哈哈哈哈 傻笑 我該不會又被抓到... 密室來玩恐怖遊戲 這個鎖了 但是沒有任何的鎖頭可以開 欸克倫 不會把... 調查 有刀刀耶 喔那是道具籃耶 真的耶 可以使用嗎 要切蛋糕 沒有出口 欸幹我會死是不是阿 趕快打開要不然我會死欸 幹好噁心喔 這什麼眼睛阿 切 都來吧 可是還很太久會死欸 Help 018 好險 這傢伙不能走快一點嗎 665加018喔 兩個倒過來試試看 1866 喔 OK 酸喔 還是要開這個阿 我拿到了通馬桶的... 這個東西叫什麼阿 正式名稱 通了 打開阿通 通 我在拿一堆鑰匙 來 you have to face me 你必須面對我 我來囉 眼睛乾不乾阿 我在這裡 的目的就是折...折磨你 哈哈 蛤 這是在幹嘛阿 講快一點阿 他叫我...孩子欸 難不成這是... 瘋子爸媽然後把我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虐待我 是這樣嗎 這樣直接沒了欸 沒有跳臉或者是殺你的畫面欸 這遊戲的名字叫做...電梯 開始 Ellebator 這次故事好不好阿 他們產量很足阿 但是故事沒有說很好 有人失蹤欸 Haut 咦 我是...店員嗎 這是刀位阿 坐 不要 我這個...怎麼這麼熟悉 怎麼有小孩子在...欸 這是什麼阿 蛤? 蛤? 有個鬼小孩欸 這是不是跟上次那個便利商店很像啊 等客人來然後招呼他們 呵呵呵 他們沒有想到這裡是一個鬧鬼廢區 我看他他看我 嗨 晚安阿先生 欸他想要租房間105號房 我的名字是... 等等喔我查查 Karin Musa 好你可以上樓 謝謝你晚安 等一下會應該會來一些沒有名字的之類的 欸我不能上去欸 做旅館業的要是沒有客人怎麼辦啊 就這樣喔 看看手機看看電視看看節目這樣 發呆 來 呵呵 他脖子流血嗎 欸 阿蘭 阿蘭阿龍走 阿龍朋友 呃他要房間他有訂房到今天早上 他現在很想睡覺了我可以去我的房間嗎 你等等喔我查查 蛤 有欸 怎麼每個都有啊 好你可以上去囉 謝謝 擋他的路 司考特梯 欸老兄 呃他馬上就要用他的房間我是司考特 喔 沒有啊 你的名字不在我們的登記簿裡面欸 ハ мет 這天是風啦 風子了 風子沉是不是啊 生活雖然很無聊 苦悶嘛 對不對 唉做這種事情損人不利己啊 嘩 欸不會吧 再見世界 幹 我想我快瘋了 是不是工作太忙的關係啊 怎麼小孩子越來越多啊 一堆鬼在這邊啊 小 傻傻喏 嗨喬曲 我可以去我的房間嗎 我好累喔 哈囉 稍等一下喔 如果我直接跟他說沒有啦沒有啦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他會不會生氣啊 直接掏刀出來把我殺了 就像現在便利商店的店員非常的危險一樣 這到處都是瘋子 結帳的時候你跟他說 全身總共一百元 他就拿出一把刀殺你 Hotel 616 巧許 警察打來欸 他打來警告你說有一個 兇手在逃 晚安警探 你說兇手沒抓到 我們打電話給所有的旅館 在這個區域 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傢伙 受害者全部都是小孩 老天哪 你可以再告訴我一點特徵嗎 嫌犯的特徵是很高禿頭 然後留著鬍子 傻傻喏啦 小孩剛剛指著他 對對對 真的真的 英靈指著他欸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可是符合特徵我可以叫警察先來問話啊 好笑喔 欸 幹 怎麼辦 他要走了 巧許 如果有人在找他 告訴他 小孩真的一直指著他欸 怎麼又關啊 欸 幹 他臉整個爛掉欸 今天不要抖啊 我看不見 這幾樓啊 二樓而已吧 這邊過不去 他就好進去欸 我看到他殺死小孩子時候的場景欸 欸 馬人那到底是什麼 我快嚇死了 等於是 靈魂顯靈給我看說那個兇手如何殺他們 傻傻喏符合殺手的特徵 我應該打電話報警 我發現兇手了 我是那個 什麼616旅館的巧許啊 感謝你的情報 我會派人過去 他要派一個朋友過來欸 他說朋友怎麼不是警員啊 可是兇手先過來怎麼辦 還說他們是一伙的啊 霍夫曼跟這個傻傻都是一伙的 那等於是我要被他們幹掉了 哈哈哈哈 嗨 挖扎小 發生什麼事了嗎 喬許 你看起來非常緊張欸 沒事啦 兄弟 沒事的啦 我才沒有隱瞞什麼事情欸 我告訴你 沒事的啦 什麼東西滴滴答答的啊 血好險啊 他現在一定 起了疑心了 有一個 有種說謊的味道 這在滴血啊 那邊這上面有滴血欸 他 Open 幹怎麼就是這個 怎麼都是這個東西啊 蛤 這不是我幻想的啊 這是真的屍體喔 哇幹 喔呦 不要每次都這樣 他把屍體丟在電梯上面 蛤 他警察都還沒來搞屁喔 我一直以為上面那個也是 靈魂的影像欸 結果是真的屍體被我發現了 他怎麼把屍體直接丟在那邊沒有處理掉啊 神經病啊 不要拿進來看看 你瘋了嗎喬許 我要給你的老闆抱怨 哇他趕走了他怎麼又出現啊 那我這個遊戲應該不用再玩下去了吧 感覺他就是一個結局照著路走而已啊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其他ending了吧 他 人都被拒絕了竟然還能夠從樓上下來 這個沒辦法了 這還能怎樣 普普啦 我跟你講616game他們 做遊戲速度很快 但是劇情都普普的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顧一下品質才對 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 終端 這是 小遊戲沒錯但是畫面看起來好特殊喔 欸 怎麼那麼多這種啊 古早時期的東西 終端機 呃 我需要開機碟片欸 恢復碟片 哪一片啊 這邊插一片 我國中的時候都在玩這個 疊片 系統回覆完成 咬下去啊媽的 我怎麼會知道密碼啊 一個大字 A 4167啦 要A9999個 字 Hello 歡迎回來什麼什麼什麼 那我們找找找找你的完美情人 你有全 完整全部的時間 這是什麼 情侶配對機喔 Tinder 2050年的 50年的Tinder 找到你 完美的配對磁片 什麼鬼啊這個 這可以讀書上面的東西欸 Edge 讀不到 AB型血型 這個世界都在針對著他 所以過得非常難過 這個 以前遊戲機PS1不是有一個 什麼鬼啊 那個磁碟 好像是我們怪獸農場 還是怪獸對戰啊 你要把你的 隨便一個磁碟CD 然後放進去 他就可以亂讀 然後就讀出一隻怪物 然後你再用這隻怪物去培養 去戰鬥 然後別的磁碟片拿進來 然後還能夠 再讀別的怪物這樣子 有沒有玩過那個嗎 那個很好玩欸 呃 配對不正確 配對沒找到 80歲老妖婆 蛤 補取錯誤 這個壞了吧 50歲 死人 Lukas 拒絕談話 呵呵 欸這個未來的Tinder太難玩了吧 這怎麼 這怎麼找啊 我們真的是經歷過 合戰之後的Tinder嗎 太難了吧 啊 沒有黏筆 打不到配對怎麼辦 怎麼辦 倒到了 他找到我,我找到他 那個2230年 西元2230年 至今210年後 人類跟人類 欸不會吧 這是我的配對對像喔 我不要跟怪物配走 不要 210年後的世界 人類的數量已經減少 快要瀕臨滅絕 所以 在這廣大的地球上面 嚴苛的環境我們必須依照現有的網路 來進行未來Tinder 什麼亂七八糟變態傷狂 或者是你不喜歡什麼東西都無所謂 但是你就是要跟他配種就對了 好恐怖喔 到後面大家都是無情的生產機器 有長篇很神喔 我覺得這遊戲其實做得不錯欸 那種詭異感啊 短短的但是都有做出來 那下做得不錯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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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